こんにちは エビ天ちゃんです 我是エビ天ちゃん 欢迎来到エビ天ちゃんの日本語教室 エビ天ちゃんの日语教室 今天我讲的是很多人问我的 和和和的区别 你今天看完这个视频后 会解决这个问题 请期待 这次内容特别特别重要 那开始吧 首先日语句子怎么组成呢 日语句子需要的成分叫位语 日语说的话 只自过而组成的 最重要的是 需要的成分没有的话 就不需要加 不需要的成分是什么意思 中文句子需要的成分 和日语句子需要的成分 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说 去的时候 中文的话说 我去 对吧 但是日语的话 有时候不需要说 我 只说 就可以 不需要的成分 不需要加 我后面详细的解释 我再说一遍 这次内容非常重要 那我们再一次看一下 日语句子组成 需要的成分 加位语 之子 而组成 需要的成分 和位语 之子 黏在一起的时候 一定需要 格助语 格助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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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该你觉得 这个格助词就是 这些が和弯区别的关键 对吧 是的 没错 格助词 格助词 就是这些が 把它放在需要的成分 和位语 之子 的中间 嗯 你发现了吗 是的 格助词里面 没有 我 我 是 格助词 但是 我 不是 格助词 所以 我 和 我 那 其实是种类不一样的 非常重要 所以我再说一遍 哇 和 格 种类不一样 那 为什么很多人混乱呢 我们先看一下 后面位语 之子 之子 主要是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这三个 我们先看名词吧 需要的成分 加格 然后加術語的名词 比如 我 我 我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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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子供 が 食べる 子供が食べる 小朋友吃 猫 が 歩く 猫が歩く 猫走路 接著看一下形容詞 需要的成分加が 加術語的形容詞 猫 が かわいい 猫がかわいい 猫子好可愛 猫 が 小さい 大象很小 桜 が きれい 櫻花好漂亮 那麼 挖 是什麼時候使用呢? 我在上次的視頻裡 解釋挖 的用法 如果還沒有看的話 請看一下上次的視頻 是一邊調整N5水平的問題 一邊寫好很有用重要的詞彙 助詞的用法 但是 我在這裡簡單的解釋 わ 的用法 わ 是有兩種 是 主題的わ 和 對比的わ 主題的わ 比如 これは コーヒー です 這是 咖啡 これ 就是這個的意思 所以 コーヒー 咖啡 就是 これ 主題的說明 所以 わ 是 主題和 說明的中間 那 現在 我們看一下剛才用的這個例子 猿 が かわいい 這是基本普通的一句 猿 が かわいい 如果這個猿 猴子 變主題的話 咖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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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咖啡的話 前面的詞彙 猴子 就變成主題 比較強調的感覺 但是 這裡很重要 咖啡的時候 が 變成透明 這是非常重要 有的格助詞 咖啡的時候 會透明化 有的 是一定要透明化 有的 是沒有透明化 有的 是兩個都有 在這裡解釋的話 太長 所以 我以後做視頻 請您期待 咖啡 是一定會透明化的格助詞 所以 咖 和 わ 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如果 現在花很長的時間考慮 用 咖啡 好 還是用 咖啡 好 這樣的話 從今天開始 不需要 浪費這個時間 首先 做基本的一句 然後 如果前面的詞彙 變主題的話 加 咖 咖 加 哇的時候 透明化 沒有了 那你基本的 咖 和 主題的 哇 知道了嗎 哇 和 咖 是每個都有 還有一個用法 哇 是主題的 哇 和對比的 哇 嘎 是基本的 哇 和 排他的 嘎 我們接著看一下 對比的 哇 和 排他的 嘎 首先 我來解釋 對比的 哇 比如 我不喜歡 蔬菜 喜歡 肉 還有一個例子 詳細的解釋 みかんは 什麼 什麼 リンゴは 什麼 什麼 比如 みかんは オレンジ リンゴは 赤 意思是 橘子是橘色 蘋果是紅色 還有 みかんは 好き リンゴは 嫌い 我喜歡 橘子 不喜歡 蘋果 所以呢 對比的 哇 就是 だけど 但是 的 關係 みかんは オレンジ だけど リンゴは 赤 橘子是橘色 但是 蘋果是 紅色 みかんは 好き だけど リンゴは 嫌い 我喜歡 橘子 但是 不喜歡 吃 蘋果 那 次に 接著 接下來 看一下 排他的 嘎 排他的 嘎 就是 從 幾種選項裡 選擇 七一 其他都 不是 就是這個 這樣的感覺 比如 有很多 好吃的 東西 但是 我選了 蛋糕 ケーキがいい ケーキがいい 還有 一種用法 可以表示 很有名的感覺 あれが 富士山です 是 包括 很有名的意思 嗯? 你應該覺得 那 基本的 が 和 有什麼不一樣呢? 對吧? 就是 說法 口氣 有一點不一樣的 基本的 が あれが 富士山です 包括 很有名的 強調的 が あれが 富士山です 說法 口氣 這就是 很有名的 包括 這樣的感情 說 あれが 富士山です 這樣 你懂了嗎? わ 是 主題 和 對比 が 是 基本 和 排他的 好的 那麼 我現在說明 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在開讀說過 不需要的成分 就 不需要加 你還記得嗎? 但是 不需要的成分 是什麼意思? 我現在解釋 如果 你想說 地道的日語的話 這個 非常重要的 關鍵喔 我們用剛才的例子 これが リンゴ です 彼女 が 友達 です 私 が 日本人 です が 的 前面 就是 主題 が 的 後面 就是 對前面 的 詞彙 的 說明 或 想說 的事 所以 家 は が 變成 透明 所以說 これは リンゴ です これは リンゴ です 彼女 は 友達 です 彼女 は 友達 です 私 は 日本人 です 你懂了嗎? 所以 不需要 考慮 が 好 還是 彎 好 但是 前面 的 這些 詞彙 都是 不需要 的成分 而且 中間 的 格 注 詞 是 前面 的 詞彙 和 後面 的 詞彙 黏在 一起 的時候 才 使用 的 所以 這 些 都 不 需要 了 リンゴ です 友達 です 只說 這個 就 可以了 但是 很多 朋友 跟我 說 中文的話 說 他 是個 朋友 這是 蘋果 我是 日本人 這 完全 沒 問題 為什麼 不 需要 呢? 至於的話 這樣的 概念 不是 突然 說 這些 一句 前面 有 繪畫 所以 已經 知道 對 什麼 答案 所以 不 需要 再 說 比如 那 是什麼 然後 才 說 這是 蘋果 所以 只 說 リンゴ 就 可以了 還有 どこの 国 の 方 です か? 你是 哪 國人? 然後 再 說 我是 日本人 所以 不 說 我是 也可以的 日本人 です 就可以 然後 她 是誰? 彼女 は どなた です か? 然後 才 說 友達 です 她 是個 朋友 所以 只 說 友達 です 就可以了 自由的話 這樣的 時候 不 需要 說 主題 所以 我 很 高興 所以 我 很 高興 不要 說 私 は うれしい 說 嬉しい 就 可以 我 喜歡 不要 說 私 は すき Suki 就 可以了 我是 日本人 這樣 不 說 日本人 です 就可以了 還有 朋友 自 我 介紹的時候 有人 說 私 の 名前 は 什麼 什麼 です 這個 說法 語文 當中 沒有錯 我們 也 小 朋友 的時候 這樣 說 私 の 名前 は エビテンちゃん です 但是 如果 你 十 歲 以上 的話 這個 說法 我不 想 推薦 如果 你 來 日本 留學 在 日本 或者 日本 企業 工作 做 自 我 介紹 的時候 說 這樣 也 應該 是 沒 問題 的 但是 應該 是 你 中 外 的 日本 同學 日本 同事 沒有 說 私 の 名前 は 什麼 什麼 です 一般 的話 還是 我們 日本 人 不 說 私 の 名前 は 什麼 什麼 です 說 什麼 什麼 です 就 可以 因為 我 自己 說 的 所以 就 知道 我 說 我 自己 的 名字 所以 不 需要 私 の 名前 は 〇〇 です 然後 你 如果 成年人 在 工作 單位 自 我 介紹 的話 說 什麼 什麼 と 申 し ます よろしく お 願い し ます エビテンちゃん と 申 し ます よろしく お 願い し ます 這 就是 地道 的 日語 好的 今天 我 講 的是 花 和 甲 的 區別 你們 懂 了 嗎 怎麼樣 這個 很多人 覺得 不 太 清楚 如果你 周圍 還 沒有 知道 的 朋友 的話 這個 視頻 分享 一下 學 日語 的 朋友 學 的 順利 的話 我就 很 高 幸 現在 我 也 學 習 中文 很多 朋友 幫 我 所以 我 希望 幫助 你們 的 學 日語 一起 加油 それ じゃ また ね 下次見 バイ バイ バイ